这一家古典玫瑰园是台中创始店 1990年开在东海艺术街 而30年前这里还被称为是东海大学学生的告白胜地 创始店从玻璃窗看进去 红色的地毯座椅装潢依旧保留原貌 外墙上还有玫瑰花造型的雕饰 不过今年4月关门歇业 后来又委托出售 古典玫瑰园32年前 1990年创立的高档下午茶 走典雅气质路线 是东海人传说中的告白胜地 堪称第一代完美店 太美了 太好拍 然后气氛装潢都很棒 就是CP值很高 然后你招待客人就是非常的有面子 附近店家说 当年玫瑰园有一股朝圣风气 等着进场的民众大牌长龙 一家店带来的人潮商机外溢 邻近店家也受惠 30年后还有人来找回忆铺了空 对啊 为什么关了 因为这样不晓为什么关了 所以呼空了吗 对对对 本来是打算来吃下午茶 对对对 告白胜地走入历史 现在品牌也推手摇引系列 创始店出售 除了经营策略改变之外 还有目前 东海地区的房价看好处于高点 其实对中科的上班族 倒是一个蛮有吸引力的 以前早期的别墅都改成套房 其实都改得非常好 所以那个满足力非常高 古典玫瑰园五十一平一二楼边间总价一千四百八十万 一平上看三十万 目前委托出售也考虑留当私人美术馆 商圈主委表示 之前这一区的房价大约十到十五万 两年前建商推出新建案一平卖到三十万 也拉抬了临近的房价 买器从去年到年初处于高峰 中古屋可以卖到二十二到二十五万 社区认为东海商圈有学区的人文背景 还有艺术造街的基础 现在又加上中科的人口 建商开发看好带动房价上涨 TBS新闻洪彩伦旅正成吴淑平台中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